欢迎昨天一七零零整点新闻 现在来看到最新消息 台中大甲有一处工地 稍早传出了公安意外 有人被倒塌的土墙压住受困 据了解 现场当时正在进行地下室的开挖工程 有一位45岁怪手司机不慎 遭到倒塌的土墙压住受困 幸好意识清醒 警察获报之后 到达了现场来协助这一名工人脱困 初步检视发现 左小腿遭到压伤 没有生命危险送医救治 而这起公安意外 详细事故发生的原因 有待警方的调查厘清